昨天雷霆主场迎战勇士 最终他们108比91击败对手 终结两连败的同时 终结了勇士两连胜 其中以彪悍著称的格林 被甜瓜攻防两端 打爆有一次安东尼在低位再次强行顶端格 并制造了对方第四次犯规下场 而随后安东尼就再次命中了一个追身的顶狐三分 格林情绪很不稳定 却也只敢对着台判咆哮 哥之前早就和对位球员拍起来了 为何格林不敢对甜瓜放肆 社会我瓜哥 岂是你敢惹 甜瓜有黑帮背景 在NBA早就不是什么秘密 上次总决赛好兄弟詹姆斯家里 被人芳扰墙上写着垃圾之类的话 甜瓜直接说这事交给我吧 你安心打球 然后便解决了这件事 甜瓜还在尼克斯的时候 和加内特在场上爆发了冲突 比赛后就去凯尔特人的更衣室和大巴找加内特 并且还不是一个人 狼王都差点挨打何况一个格林 社会我瓜哥 人粉化不多